今天是我們台灣集中訓練的三講 今天是我們三講的最後的時間 我們的題目是最高 那就是我們的最高的任務 今天我們的三講都一直在講這個最高 神賜於我們最高的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是福音 福音是所有相信人的 神的智慧、神的力量都在裡面 那享受這個福音最高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禱告 那如果我們能夠享受這個福音和禱告的話 我們的人生將會是最高的人生 那接下來我的人生會成為什麼樣的呢 那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很多人對自己未來的人生是沒有確信的 以後的人生會怎麼樣呢 所有人都是不確定的 《雅各書》四章十四節裡面說到 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 大家知道這個雲霧吧 就是一出太陽的話就消失不見 神言二十七章一節是說什麼呢 你們不要為了明日自誇 為什麼因為一天要發生什麼事情 你是不可能會知道的 這是當然的啊 我們一分鐘後十分鐘後的事情都不會知道的 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以撒亞四章六章裡面 就說我們這是什麼呢 所有的肉體都是要被散開的 到什麼時候反正都是會掉落 會衰敗 會死亡的 在我們的人生裡面是沒有永遠的這樣一個說法的 那像我們這樣的人生 最有價值的最高的祝福是什麼呢 那就是我們的使命 那這個使命是什麼呢 就是神在我的人生當中所賜予我的祝福 在我人生裡面的神給我的目的 在我的人生裡面神是有目標的 大部分人都是為了自己的成功 自己的欲望而活 但是像我們得到救恩的人 我們是為了神的目標而活 這就是不信者的人生 跟我們相信神的人生的區別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 神即命這樣的說法 身 活著的這件事情就是我們的使命 變成我們的使命 我們絕對病 三個就是有使命的話 絕對不會死的 四徒행전二十章二十四节 保罗这样说 耶稣让保罗 你不要紧张 你不要担心 你只要去成就 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 现在去罗马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风浪 就真的面临死亡 但是耶稣让保罗 你不要害怕 你要站在那面前 当你站在罗马国王的面前 我将会在你旁边给你支援 只要是有神的使命 持定神的使命 各位是绝对不会死的 不管我再健康 吃再好的健康的食物 只要我没有神的使命 我也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怎么样 我真的是很软弱又总生病 但是只要我持定神的使命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现在在台湾的我们各位教授和圣徒们 只要现在持定神给我们的使命 那各位的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绝对使命 真正的使命是什么呢 是从上至下而给的 我想做的我想要的那不是真的使命 是从上至下而给的 使徒信传9章15节 使徒信传9章15节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他的名 因为他是所拣选的器皿 这就是神给保罗的绝对使命 那这个绝对使命也就是说 神赐予给的天命 要抓住这个天命 那天命是看字面意思 就是从天而来的使命 神给所有人传达了神的话语和声音 使徒行传27章24节 使徒行传27章24节 神告诉保罗 保罗啊你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 当你站在凯撒面前的时候 我一定让你刚强站立 这就是给保罗的天命 凯撒就是说罗马的皇帝啊 只要他抓住他的天命 保罗是绝对不会死的 我们有这样的天地这样的说法 我们会说他出生的这样的地方的话 就叫做天地 我们在地球上真的是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现在在这样的大学教授里面 真的很少有会想 这原来就是我的天命啊 很少有这样想着的教授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 神赐给我的意思 保罗을 택한 나의 그릇으로 불렀다는 神将保罗呼召为了他的器皿 不是说保罗做得好做得不好 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是神一方 这他单方面的选择的 那对于各位教授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神将各位呼召到了这个大学 那就是我们的 那是因为神呼召了我 才让各位教授来到了这个地方 那是上面还有更根本的问题 那是因为神呼召了我 那就是现在神呼召了我 是神呼召我来到了这个集中的训练 而且不是呼召了别人 而是呼召了我 那各位要在这里 真的是下一个重要的决断 那决断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使命 神为什么呼召了我呢 那么多大学那么多教授 为什么偏偏就选择了我呢 즉 내가 이 대학에서 과연 무엇을 해야 될 것이냐 我在这个大学 果然是要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 现在我做这个事情 大家不能把它当做一个职业 내가 하고 있는 내가 하고 있는 나의 일과 나의 직업을 통해서 하나님이 일을 하시도록 기도해야 됩니다 교수라는 직업을 가진 사람들은 굉장히 많습니다 有很多都是有着教授这样职业的人 但是这个教授 他并不是一份工作或职承 而是神赐予给我 天命使命的这样一个呼召 所以神将会通过各位的工作 通过各位的现场 来实现他伟大的计划 那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救活的使命 那圣经里面给的所有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救活的事情 特别是各位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大学教授 我们台北耶稳教会的圣徒们 也是一样的 神是通过各位来救活你们的家庭 救活你们的子女和后代 救活各种各样遇见的人 福音是救活的 所以看圣经的话 真的是有非常多救活的事情 那第一个是会堂的运动 在看使徒形状的话 保罗就是传道运动的特征 保罗不管去任何地方 他第一个先找的就是会堂 如果有十个犹太人的家庭聚集的话 那一定要设立一个会堂 那会堂是什么呢 就是犹太人他们交流的一个场所 那会堂呢 就是所有犹太人交流和特别是教育的一个中心 在会堂里面他们教授律法 教授知识 教授各种各样的东西 可以说这里是一个教育的中心 所以在会堂真的是聚集了所有非常重要的人 比如说学生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 保罗他也是犹太人啊 所以他对这种会堂他是非常知道的 在看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 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到 在十八章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 他去到哥林多 也直接去到了哥林多的会堂 如果你要说这个会堂的话 他就很像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学院 所以我们的教授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们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讲到 关于后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 后代就是说下一代 那个国家的未来是指望在什么呢 就是看他们的下一代准备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大家去到国外真的想知道 那个国家的未来怎么样的话 那去到那个国家的学校就可以了 如果想知道那个国家的历史的话 去那个国家的博物馆就好了 如果想知道他们的现在的话 你就去他们的商场市场 你看看人们怎么生活的就知道了 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 你应该去哪呢 去学校 事实记二章十节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以色列人真的是起了很多 不知道耶和华 不知道耶和华所行之事的 这样一个这些后代 所以最后以色列民族就灭亡了 约瑟时代也一样 那约瑟他一个人统治世界 他真的是兴起了多么大的作为 但是约瑟以后的人怎么样呢 他们并没有向后代传达福音 所以他们的后代就变成了奴隶 所以撒旦最强烈的攻击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后代现在真的是 非常彻底的被陷入到了 现在这个撒旦的文化里面 不光是台湾在韩国也一样 这个青少年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啊 现在这些二三十年代的这些孩子们 真的是有很多的死亡的问题 死亡的第一位原因 并不是交通事故什么的 二三十岁的这些青年们 他们真的很可惜的是因为自杀 就是说我们的后代问题 真的是有这样的严重 是福音所说的后代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要将这福音的种子 准确的传播要中到他们的心里 所以圣经里面真的是非常强调的这个问题 我们看以赛亚书六章 我们看以赛亚书六章 这就是说我们的后代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真的是被吞灭 被砍伐 也就是说不管撒旦的攻击如何的强烈 我们的树墩子却依然会存留 这就是说我们的树墩子 也就是说存留者 就是说我们拥有福音的后代 我们拥有福音的树墩子们 就是我们的留存者 这个时代真的是神 给了我们每一个时代的福音 能够紧紧地抓住神 赐予的这个使命 就必能够救活这个时代 那今天像我们台北 这个大学的这些教授和圣徒们 你们就是守望者 各位守望者是什么呀 守望者是守望福音的人 是传达应许的人 是救活后代的人 看以赛亚书六章六节 他必在城上设立守望的 各位你们就是守候世代 守望后代的守望者 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二节有个重要的教训 初代教会的使徒们 他们不管在哪 在家在外面 他们都处处传讲 耶稣是基督 他们不管是在教会 还是去向外面 他们都二十四小时不住的 去传讲 耶稣是基督 是所有问题的解决者 那守望者是干什么的人呢 他就是发光的人 为什么要发光呢 耶稣一书一章五节 说到神就是光 我们相信的神 他就是光 看到这个创造的光 我们可以看到 创世纪的那个地方说的 神就是我们的光 在约翰一书可以说到 神就是光降临到这世上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 站起来让这个光照射到你们 站起来让你们说 你们躺着是接受不了这个光的 你们所有的可以照射你们的光 都已经是这样设立好的 希望我们的教授们 真的都能够站起来 去到各种各样的现场去发光 我们耶稣教会的圣徒们 真的是去到家庭 去到工作的现场 去到各种各样的现场 成为福音的证人 散发福音的光 如果你们不去发光的话 那光的反面 黑暗的势力就会来做功 如果黑暗势力来做功的话 那么咒诅和灾阳 就会一直的爆发 这个在小区里面 真的是有 真的是止不住的 这些自杀的人 我去传道的那个小区 真的是在这儿那儿 都有一些忧郁症的这样一些患者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福音的光没有射到那儿 因为福音的光没有降临到那儿 所以才会那些黑暗的势力 才会在那儿做功 大家真的是救活的路很简单的 只要将耶稣基督的光 那么你们现场的黑暗 真的就会完全的被清除 如果大家真的是去到现场去发光的话 毕竟会兴起生命的运动 真的是因为神在那个现场 所以神就会一直去救活 在那个现场因为神的能力 就会发现到能够救活的弟子 各位不管是遇到神 只要告诉他耶稣是基督 进行这样生命救活的运动就可以了 那神必定会在你去的这样一个路上 让你去遇见能够救活的弟子 那这样大家就会在自己所处的地方 实现福音化 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慢慢的变多 大家都慢慢的聚集到一起 那么那个地方就会变成福音化的现场 我们有一个叫CCC的这样一个团体 这是叫国际大学生宣教会的一个简称 这个人在24岁的时候 遇见了神 知道了福音 然后去到美国的大学 他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看到了 马太福音28章19节得到了极大的恩典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样一句圣经真的成了他紧紧抓住的话语 所以他心里暗暗就说 好的那我们就训练年轻人们 让他们去到世界各地 使万民做神的门徒 因着这个梦的开始 所以现在在全世界197个国家 派送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宣教士们 当时的那个美国的文化完全是 当时的那个时代就是人们都沉迷在 酒、赌博这样的一个很黑暗的时代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 就是通过CCC这样一个团体 然后实现了真的是非常伟大的福音的计划 也不是说让我们现在的教授们 或者让圣徒们 你们要去做什么多大的事情 就是让你们紧紧地抓住话语 持定这个话语来祷告 那神必将通过这个话语来实现 他伟大的计划 所以就希望真的是通过我们的教授 去救活到那个现场 让学生们都能够知道福音成为福音的现场 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持定福音 能够为了你们的家庭 为了你们的现场 为了你们去到的任何地方来做一个祷告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结论 圣经在里面给我们约定了智慧这样一个话语 10篇90篇12节 这是一个摩西的一个话语 摩西祷告的时候 是求神只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那数算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每天来计算自己的时间 我的人生到底是留下了多少呢 我的人生能够去到哪呢 摩西就是为了能够得知到这个 能够因为想知道这个 祈求这个智慧 各位大家留下的时间表是有的 对我来说或许也是有一个定好的时间表 或许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那在我剩下的时间 我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而前进呢 使徒行传20章24节 使徒行传20章24节 保罗做了一个重要的告白 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不以性命为念 这就是从神得到的使命啊 那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去证明神恩典 这样一个福音 就是他重要的人生旅程 各位有要去的方向 各位要去到什么样的方向呢 在那之中有神赐予的使命 为了这个使命 我的生命甚至都可以放弃 通过今天的训练 希望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我人生的方向究竟是去向哪里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今天来发现 我以前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以后将要去到哪 所以各位的人生 是最高的 大家一定要紧紧抓住 神所赐予的最高的祝福 那就是神所赐予的耶稣基督的福音 能够享受这个福音 最高的就是我们的祷告 这三个就是最高的神赐予的祝福 各位只要紧紧的抓住这三点 然后朝着神的方向前进 神必定会在心情做功 以神的名义来祝福各位大学教授 以及在这儿聆听这次训练的圣徒们 好 现在要祷告 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神爱着我们的台湾教会 感谢您真正是赐予我们 台湾这次大学教授 以及耶稣教会圣徒们 这次集中训练的时间 希望神可以通过 我们深爱的大学教授们 能够成为救活现场 救活台北现场 学生们的这样一个祝福 希望神能够在我们台北 圣徒的家庭工作现场 能够施行救活的运动 所以大学教授 大学教授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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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